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导演的共园服时间 万种起的古董上上共园服啦 怎么说呢 昨天只是看了技能介绍 确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理解透 比如说这个技能CD 我一开始以为是没有CD或者是共享CD 实际上每一个招式是分别计算CD的 每个招式CD是25秒 转式是没有CD可以一直转 之前有人好奇PC的键位是怎么样的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确实有点难按 上一个技术人下一个古董商 看能够说第五人哥是真的要PC端死啊 转式每秒消耗1% 吃刀或者交互就会自动停止 上滑左滑右滑分别消耗13% 跳跃消耗17% 这个跳跃有点意思啊 我试了一下 大部分的Di建筑都可以翻 比如红教堂这些窗户啊 都是假窗户啊 实锤了 还有红教堂这个过山车 可以跳来跳去的 感觉这个跳跟杂技人的跳是差不多的 不过人家开了6个球 一共也才6个 这节目全部耐久就能跳6次 虽然是跳完就没了啊 后续我会多找一些其他地方可以跳的点啊 然后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殴打监管者环节了 我算了一下 最多可以敲监管者8次 不过这个判定的距离比较近啊 感觉会很容易解除刹刀 击退距离和以前的机球手差不多 正常的击退呢是不会晕的 要把监管者的机格障碍误上才会晕 并且会触发指格 需要一定的角度啊 这个就需要练了 然后就要说这个指格了 确实有点离谱啊 兄弟们 我昨天说第一次眩晕6秒指格 2秒再次指格会变9秒 也有很多学伙伴来跟我说啊 是叠加9秒 我今天试了一下 确实是叠加9秒 就很离谱啊 兄弟们 古董伤可以连续出三棍 监管者就会指格24秒 24秒不能攻击啊 后期就能修大半台电机了 如果电机是压好的 大门都给你开了 而且更离谱的是啊 这个叠加9秒是没有上限的 于是我就迫害了一下人机监管者 一直敲一直跌 400多秒不能攻击 如果我一直敲下去 估计999都会有可能 心疼人机1秒 不过这个技能 我觉得后期可能会调整一下 不然这个24秒 对监管者来说真的太痛苦了 胃头都会用钩子 那担当监管怎么办啊 捷克速散红蝶红夫人记录员啊 而且还能够击碎创生物 后面我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把这些所有捐管者的创生物 全部拿出来溜一溜 等我啊 一定要等我 溜了溜了